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放养娃 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项最新的研究 关于儿童ADHD和自闭症风险的研究 那这项新的研究就警告说 婴幼儿接触电视和其他电子产品 可能会增加感觉处理功能障碍的风险 进而增加自闭症、ADHD等疾病风险 这项研究呢 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精神病学副教授 赫福勒博士领导的 并于1月8号发表在美国医学会儿科杂志上 这项研究称 存在感觉处理功能障碍的孩子呢 通常对环境中的触感、声音、味道或者外观刺激 会比较敏感 比如这些孩子可能会试图避免穿某些衣料的衣服 或者不愿意吃某些味道的食物 或者呢不愿意做诸如洗头、洗澡之类的事情 相反他们可能会喜欢原地旋转 盯着明亮的灯光或吊扇 他们喜欢这种行为带来的感觉 进而呢就可能会忽略其他的活动 感觉处理功能障碍与一些精神疾病时高度相关了 比如说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也就是我们说的ADHD以及自闭症等等 那这项研究的研究人员就表示 大约60%的ADHD儿童和大约70%的自闭症儿童呢 都存在感觉处理问题 根据这项研究 与那些在三岁前没有接触过电视和电子产品的孩子相比呢 那些在三岁前接触过电视和电子产品的孩子 就更有可能出现非典型的感觉处理的症状 这些研究无法证明这些行为和孩子的症状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但是呢 研究团队的理论是 孩子们接触电子产品可能会导致减少有意义的游戏和社交互动的时间 而这可能是孩子的身心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研究团队还查看了美国国家儿童研究中心的1471名 2011年至2014年出生的儿童的数据 作为研究的一部分呢 家长被问及孩子在12个月18个月24个月时接触数字媒体的程度 研究团队就发现 这些孩子花在屏幕上的时间越多 那对环境中刺激做出适当反应的可能性就越低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在24个月大时 这种情况就变得更加的糟糕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研究团队就解释说 大脑成像研究表明 经常接触屏幕的儿童会出现神经系统变化 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 看屏幕时间可能会影响感官发育 从而增加自闭症症状的风险 这项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 德雷克塞尔大学精神病学教授贝内特就表示 对家长进行培训和教育是减少 甚至避免两岁以下儿童接触屏幕的关键 研究人员主张 家长应该更多地遵守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 避免18到24个月以下的儿童观看屏幕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